本節目是由佛光山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905-814-0465 日常生活、教育、工作、生命、大小事情 都可以用佛家心態坦然面對 不如就等佛光山永古法師 在逢星期三晚上8點半至9點 與幸福有約的節目內 和你細說佛語 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收聽我們華語電臺的《與幸福有約》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恭請到了佛光山寺的永古法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永古法師您好 楊熊和我們的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高興每週一次和永古法師相約在這個節目當中 我覺得自己也是非常的幸福 然後現在是冬天了 天氣越來越冷了 然後各處就洋溢著過節日的氣氛 我們到處都能看到彩燈晚上過來的時候 在過節其實大家都免不了 就是跟朋友聚在一起參加各種各樣的聚會 吃飯 然後喝酒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從我們過節的這種氣氛 還有一些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有酒後駕車的這種習慣吧 有的 我就發現到說我大概這前兩個星期開始吧 當我從東邊上完課要回到密西沙嘎的道場的時候呢 我有兩次被那個在路邊警察就好像叫做什麼露姐還是林姐 就攔下來 我們要搖 他叫我們搖下車窗 那他要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喝酒嗎 那大概就是一問 因為開車都是師姐嘛 那我當然在探頭跟他點個頭這樣 他大概只看到我就知道這是宗教人士吧 我們根本都還沒回答yes or no 他就會說ok ok you can go 這樣就可以走了 就想著一定不會喝酒 但是呢確實我們有一些就是年輕朋友啊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大家聚會的時候真的會喝一些酒 然後這個酒後呢免不了就是在你酒就是還沒有下來的時候 可能就開著車回家呀這個樣子 其實呢這個呢不但是對我們自己其實安全是不好 而且呢確實也會危及到其他人 因為我就有一個朋友他呢 他先生啊就真的是就是特別喜歡喝酒 也不是說過節他平時都喜歡喝酒 那第一次呢就是因為警察就是第一次 抓到你以後呢他會給你一個ticket 然後警告啊或者什麼樣 但是呢他就是像那種比較習慣性的 就是我剛才我就講的就有一些人真的有酒後駕車的習慣 因為他每天可能都喜歡喝酒 結果第二次呢就被吊銷执照了 然後呢他被吊銷执照以後 可能各個保險公司都不會再保他們的汽車的保險了 因為他得不到這個汽車就是保險 因為他是危險嘛 等於是很高的那種那個那個保險費用 那麼也連帶就是他太太就是我這個朋友 就說也不能開車 因為呢你一個家庭的話 這個車呢就是說在你這個house裡面有會開車的 像肯定先生都會開車 你這樣子會連到他保險公司也不給他保險 後來呢保險公司就說一定要寫一個就是那個保證 就是說這個車只能是你開一定不能讓他開 如果一旦發現的話就保險公司是不賠的 因為保險公司他對這種就是比較危險的就是這種高危人士 他有的他很少會就是給你做這種保險 因為這意味著他可能會到時候會有更多的損失 所以說呢我們也是要提醒這個收音機旁的聽眾朋友啊 就是在過節的時候不管你是聚會啊還是喝酒啊 還是有一些什麼樣的就是很高興的這個行為啊 就是都要注意還是要安全安全是第一的 就是我是非常非常反對酒駕 就是喝了酒就開車 我我倒覺得像日本這方面做得很好 就是如果是因為喝酒而肇事的話 差不多是要賠掉一輩子的 這些不管是金錢或者是說坐牢等等 他們就是很嚴格的去制止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一般像我所認識的有一位有一對夫婦 那先生因為做的事業常常要應酬 那太太呢 因為他們是代理這個Benz這種汽車的這種代理商 那太太其實可以很容易就擁有車輛去開嘛 但我問他他說他絕對不學開車 為什麼呢 他說一旦他學會開車呢 他先生呢就會很放心的去跟他應酬喝酒 但因為他堅持不開車 他先生一定要自己開車回來 所以一定不能喝酒 他就這樣間接的阻止了他先生跟人家的這種 喝酒的這種應酬 應酬還是要 但就不能喝酒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也值得参考吧 但主要是這個喝酒之後 駕車可能是害人害己 你要願意你說我害自己我這無所謂 但是多數呢一半以上的個案呢 都是傷害了無辜的路旁的人 或者開車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節目也從這個 本來要談這個假日 對 就一轉轉到確實比較 當然政府方面也比較注意這方面的 這種好像路檢 對 加強 那這個路檢呢 就是說在這個加拿大 其實特別在多倫多 我發現就是 包括一些中國的 其實春節 現在也有很多的警察進行路檢 加強 加強這個路檢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這個是個移民國家 就是各個 各個族裔不同的移民 都會歡慶自己的節日 還有公共的節日等等 在節日當中呢 大家可能免不了都要會喝一點酒 這個這個酒後呢 就是就是開車呢 是非常危險 而且呢 這個事故率也很高 就是 所以說呢 就是在 反正我覺得在多倫多 這個車速其實相對來講 還是比國內要快很多 如果真的出事故的話 可能就是不得了 人可能就會發生一些意外 就是 我前陣子才 才前幾天而已 就是去協助了一堂 祝念的告別室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三間半夜的 出了狀況 所以這個 這個當然 這個是我們就不在節目里提 好 但我記得剛剛 我們錄音之前 跟杨松聊起 杨松剛從大陸國內回來嘛 問一下國內的情況 您提到說 在北京這空氣不好 對 我還以為這時候有什麼沙塵暴嘛 這不是哦 對 現在就不是沙塵暴 沙塵暴一般是在 初秋的時候會比較 會明顯一點 現在是冬天嘛 冬天呢 現在在國內 這個特別是北方 因為我主要是回北方 就是北方的這個各個城市 主要是那種 就是我們講的雾霾 雾霾 雾霾 你會看到 這個天就是灰蒙蒙的 能見度沒有那麼遠 然後呢 那個空氣的 就是質量非常低 那我一回去呢 就開始就是 這個這個呼吸道 就開始有有有 就是好像就是感冒啊 發炎啊這樣子 那我的適應期 大概是一個月 就是你可能 這個人的適應能力 確實非常強的 因為你從加拿大 加拿大空氣這麼好 你突然一回去 可能這個空氣不太好 但是呢 你的人的身體 也才慢慢地適應 大概一個月 我覺得已經適應了 又該回來了 所以 這個雾霾 它是自然現象 還是說人為的 比如說空氣污染啊 這些造成的 知不知道 這個雾霾呢 反正 因為大家都在不斷地談論 這個也有 就是說人為的因素 肯定有 因為它有破壞 大自然的這種植被啊 你不斷地在蓋高楼啊 然後這個國內的 因為建設 你到處都能看到工地的 再有呢 就是車輛的增加 就是汽車 因為現在幾乎 在城市 家家户户都會有汽車 但無形當中 這個尾氣排放量 它也會有那個 然後呢 這個植被的減少 但是我這次回去 我就發現很多地方 其實他們開始注重 就是植被啊 種一些樹啊 一些草啊 然後儘管那個 最最早的時候 那個中國 就是之前蓋的那種老房子 當時沒有想到 人們會有這麼多車輛 對不對 它根本就沒有 那麼多的停車場 但是突然一下子 那麼每家每戶都有車的話 它就 就是能夠停的 那個車位就很少 有的停在路邊啊 馬路旁邊啊 或者怎麼樣 都會有這種晚上的情況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仍舊是有一些院子 它把中間 屁住一塊那個綠化袋 就是種上樹啊草啊 因為可能大家也都有 這樣的意識 如果這樣無限的 破壞下去的話 這個空氣永遠就 沒有好轉的可能 就儘管那個樹也是灰蒙蒙的 但畢竟是有樹在哪裡 我覺得 我就之前跟楊松 聊到這方面 我說沒有關係的 它一定會變好的 對 為什麼我說一定會變好呢 我說 我從小的這個成長的環境 在台灣嘛 其實台灣也經過 我們當時當然沒有 這麼嚴重到叫做霧霾 但其實我印象中的天空 就是灰蒙蒙的 那甚至於噪音很吵啊 像這一些啊 包含那個我在高雄嘛 那個水啊 水壺 竹水呢 大概一個月左右吧 那個底啊 就差不多兩公分厚厚的 那個沉澱啊 就像水質也好 聲音 噪音 或者是空氣品質等等 這在我小時候 其實在台灣都不好 但是現在呢 我就可以看得到 台灣的綠樹啊 藍天啊 那個水很甜啊 這些 它大概到人的 這個 它初期突然將 突然好像這樣子的 剛剛提到的車輛 各方面的暴增 它消化不了 還有人民 大概只顧著賺錢 它沒有意識到 品質的問題 等到這個物質啊 這個金錢啊 各方面 它覺得比較穩定 或者足夠 它有一種安全感的時候啊 它慢慢就注意到 精神的 心靈的感受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去 進行一些改善了 所以我說 國內這種情況 应當 也 就台灣大概走過 一二十年 開始就從 民生充足 然後就轉到 心靈的豐富這樣 它就改善 美化了這個環境 所以我相信 在大陸國內的 這個應該也會 有覺醒的一天 只是說這一天要多久 要走上多少年 我就不曉得 像剛才大師 永固法師說的 就是 這個就是說 也是一個過程 像台灣一樣 有一二十年 也希望就是 大陸這個過程 對時間越短越好 但是我有一個 有一個感想 就是說 在我的學習裡頭 有智慧的人 跟沒有智慧的人 他做起事來 有點不同 簡單地說 這所謂說 一個 這個智者 有智慧的人 他跟愚痴的人 沒有智慧的人 其實一樣都會犯錯的 只是說 這個 這個愚痴的人 沒有智慧的人 他犯的過失 是他自己不知道 大家通通都知道 只有他自己 浑然不覺 那這個 有智慧的智者 他是 人家都還沒有 察覺到 有什麼狀況問題 但這個人 他自己就知道 這個有問題 我這樣做會不對 等等 就是他的問題 他自己先知道 而別人還不知道 這樣 這就是智跟愚 這個中間的差距 那像這樣的現象 有一些人 其實對於這樣的環境 他就被動的 他接受 反正都是這樣了 他也不會去起一種心 說我要怎麼去改善他 他應當是可以被改善 那這就看 這個政府 是不是有智慧的政府 他就會比較早一點 采取行動 我們先來做 進行改善 這樣可以照顧到 更廣大的人民 那所以這個 如果講回來 跟佛教裡頭講的 這個戒律的精神 是相通的 因為其實 我們去學習 這個在自己的 這個行為規範 這個上頭去注重他 學習他 這個戒就起一種 預防的作用 我們叫防非止惡 就是說 我預防了 可能產生問題的 這種可能性 所以叫有預防的作用 那我是不曉得 我們聽眾朋友們 有沒有興趣 聽一聽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我們後面的時間 還可以談一下 我們馬上就要到的 八關摘戒 這個就是 同樣這樣的原理 是相通的 就剛才 那個永不法律說的 這個八關摘戒 在稍後的節目當中 那個我們跟大家 就是一起了解一下 那麼現在呢 我們先暫時休息一下 一段廣告之後 繼續我們的 與幸福有約 與我們的 與幸福有約 好了 聽眾朋友 歡迎回來 您現在收聽的是 華語電台的 與幸福有約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恭請到了 佛光山寺的 永固法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剛才法師呢 在上半段 我們一直聊 這個過節 有喝酒 還有國內的一些天氣 等等 任何情況變化 都希望就是 我們生活的環境 越來越好 我也希望我們的 聽眾朋友們的 智慧越來越高 因為真的有智慧的人 就是說 他可以預防一些問題 在發生之前 他已經做了一些 比如說他可以 避開這樣的錯誤 或者是說 將這個發展中的問題 他的破壞性 傷害性降到最低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永遠都來得及 去處理 即使到最後事情 真的不幸發生了什麼 那麼只要你是 我所謂有智慧的人 就是他這個思維的 理路比較清晰 那麼對於 自我情緒的管理 這種能力比較高 那麼當然其實 我們講的智慧 還包含到表達 理解表達等等 都有關 但至少我們現在講的是 在這個事情 對待的這個態度上 他比較是處於 在先發的 站在主動決定 這個事情可以避免 錯誤的這個位置上 去看待的 對 剛才呢 法師也提到了 這個就是關於智慧的 這兩個詞 就是在之前節目當中 我跟法師也聊過 真的通過做這個節目呢 我最深的體會呢 就是說 你要用你的智慧 去面對你的人生 其實每個人的人生 都是不可複製的 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像我們的指紋一樣 就是你走過的路 是別人不可以複製的 但是你自己心裡是最清楚 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那除了我們 從小學中學大學啊 這個學習的這個路程 這些知識以外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知識 也是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體會的最深的 就是你怎麼樣 經營你的人生 所謂我們現在有很多書 這樣講 就是你用你智慧的心 和你智慧的眼 來看待你的人生 也就像剛才法師講的 這個用你的情緒管理 你怎麼樣對待你周圍的人 你周圍的事 你周圍發生的一切 你可以管理你的情緒 可以用你的智慧 來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這個事情 發生了不好的 你要怎麼樣去辦 就像法師說的 你的這個思維的條理 是很清晰的 就是你最起碼 腦子裡不是一團亂的 所以說呢 我也希望 就是收音機旁的聽眾朋友 能夠和我一樣 跟法師 我們一起 有智慧的眼看人生的話 肯定就是與幸福有約了 就不會有那麼多不好的情緒 剛才呢 在上半段節目當中 那個我們提到了 這個八觀摘戒 是吧 然後呢 就是 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八觀摘戒 它主要是講的 那個內容 是什麼樣的 主要呢 我們講八觀摘戒 有一天就是八個項目嘛 那其實它的內容叫做 有七戒一災 災當然就是我們講說 要持這個 不非時時 非時就是不對的時間 那不非時 那就是不要在這個規定的時間外禁食 那這一條其實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過五不時 這個八觀摘戒 一摘七戒 那麼這個 這個在剛剛提到過五不時 不過我們在這個道場舉行八觀摘戒 因為一般信徒是沒有這種持五 就過五不時的習慣 所以晚上啊 會準備一些 比較像 比如說 這個 面糊啊 就比較糊狀的東西 它也不用咀嚼 也不用浪費太多時間烹調 就喝掉 直接喝 但可以止激 就你不會餓 太餓了你也專心不了去拜佛聽經啊 對 所以這個 持五 這條戒我們會這麼樣處理 那另外呢 這七條戒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聽到的 其實是佛門裡頭的所謂的五戒 它前五條戒一樣有的 殺到盈望久 就五條啦 只不過這個盈呢 盈呢是 我先說明就是八觀摘戒 他是這個戒呢 是從佛陀時代 就釋迦牟尼佛 他在2500多年前 當時就為在家弟子 就制定了這個這條戒 就這個戒法 那麼他是讓在家人過一天出家人的生活 因為在家居士就像剛剛楊松提 哇這家裡頭通常這個人我的互動啦 很多事人事物的要處理是比較繁雜的 那麼你就是抽出一天來 真的在佛門之中一天一夜很清幽的生活 很精進啊 就是只是學習只是修持啊這樣子啊 就暫時把這個讓你煩心的那些 好像我們叫葛藤啊 這些纏繞的葛藤暫時放下啊 那也可以換得一天的舒暢喔 那麼這一天是過出家人生活 所以一般以在家五戒來說 第一個不殺生 但最低你要做到不傷害自己同類 就是不殺人 那麼這個不偷盜 人家沒有答應你的東西 你就不能動啊 不能碰啊 然後一般在家人講不協淫啊 協淫就是除了夫妻的正當家庭關係以外 你沒有外遇这些問題 這個叫不協淫 那但是出家人是連夫妻關係都沒有的嘛 他就直接叫不贏 所以這個八關在界是你一天練習做出家人 所以這一條界是比照出家人的 沒有這些男女雙方的關係的 這樣 那麼到這個不妄語啊 你不去這種詐欺啊 詐騙啊等等這些謊言啊 然後到這個不飲酒 不飲酒這個在現在來講 不包含就是不吸毒 凡是可能讓你喪失理性思考的 這種可能性的東西都絕對禁止 這是這五條件 那所以另外還有兩條就是 跟這個出家人生活相關的 那麼第六呢叫不香花慢延伸 不歌舞觀聽 這是什麼呢 就是就像楊熊你看我 我們這個出家人 你看我有叫做什麼 化妝啊 土粉啊 擦口紅啊 這個叫香花慢延伸啊 就掛什麼首飾耳環項鍊等等 沒有嘛 沒有出家人是這樣嘛 所以這一條界就是 幫助你 這個在出家人的這個外向上 他是不香花慢 就不裝扮 不香花慢延伸 不歌舞觀聽 也不會去有那個閒暇 空檔時間去 什麼看這個歌舞 綜藝秀什麼那些 我們也沒有時間去看這些的 那另外這個是第六 第七條界呢 叫不坐臥高廣大床 這個是在我們內心裡頭 就是它兩方面的 這跟這張床有什麼關係啊 高廣大床就是 像他比如說像Queen Size King Size那種 很大的那種床 那問題不在床啊 這條界是在心啊 就是說 我不會貪著自己的享受 我要營造 這個臥房裡好舒服啊 就是累了一天 我要趕快去睡覺 但是心會起懈怠響嘛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床 如果想 這只有夫妻關係的話 那你會做些什麼事呢 就是在這個貪欲上放重嘛 所以這個第七條界主要講的還是在心性上 你一心都是要修行的人 你的心不會貪著在享受 不會在男女的貪欲上去增長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八觀在界主要還是輔助我們 根本上還是五界啦 這個啊 後面的呢是去輔助 去過出家人這種 看起來像有 有所限制的生活 而實際上 你把這個照顧好 你真的 你可以做一天一夜 就是自在的 這個快樂的修行人 我想這個是佛陀 真的是體會到 體諒啦 在家人的 這種 這種家庭 葛藤的 纏繞 所以特別讓他們 到寺院來 學習做一天出家人 一天也好 所以各位不要擔心 你也不用剃頭 你也不用擔心 一天之後怎麼辦 一天之後就舍戒 就是這個出家戒就沒有了 你就是本來的你 只不過是 讓你感受到 什麼叫清心自在 就是這樣子而已 剛才呢 勇過法師剛才在解明 當中跟我們詳細講了 什麼是八關斋戒 所以呢 據說大家呢 真的也可以去 這個我們佛光山寺 我們佛光山寺呢 地址呢 是在6525 Mill Creek Drive 然後電話是905-814-0465 905-814-0465 然後呢 也可以登陸我們的網站 是3w.fgs.ca 那里面有我們很多的 有關於方面的內容 像剛才師父講的 這個八關斋戒 殺到銀望酒 我們都要戒 然後不香花蔓延伸 不歌舞官廳 不坐我高廣大床 那你也是就是 體會一天的這個 其實也是不錯的 就是你沒有化妝啊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繁星啊 就是你靜下心來 過一天這樣的日子 就試一試 看看自己的內心 到底是怎麼樣的 剛提到這個 香花蔓延伸 你可以感受一下嗎 就是說你都沒有裝扮 你也沒有帶你的鑽石出來 人家是怎麼看你 那如果在社會上 你說我要到公司去上班 我要不裝扮一下 這個是基本禮儀 當然適度的裝扮是需要 那但是你平常是不戴這些呢 人家覺得你很奇怪哦 你好像什麼都沒有哦 那特別是在八關在這一天 你就有權利放下這些身外物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 那也不會覺得有挂礙 有一位師姐跟我講 她說看我們要易賣了 她捐了她的鑽石 她說這些石頭 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我說為什麼你這麼講 她說因為她以前工作的場合呢 她要是不戴一個鑽石的項鍊 或者戒指呢 人家就不甩她 所以她要靠這個撐蒙面 讓人家尊重她 她說現在學佛以來 她慢慢增長了 她內心有一顆鑽石 閃閃發光 她不需要靠外在的鑽石 所以即使沒有 她也才發現 原來大家還是很尊重她 她說最主要是 她內心有鑽石 不需要外投這些了 就拿賣掉給需要的人吧 就是真的是像法師講的 就是你的內心足夠強大 其實是不需要用外在的東西 來表示你是一個很強大的人 你的言語啊 談吐啊 修為啊 慢慢都可以影響到你周圍的人 他不會因為你沒有戴這些鑽石 就怎麼怎麼樣看待你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要 體會一天 這個沒有生外物 沒有這個心有寡愛的生活的話 歡迎在這個月底 馬上就到12月29號星期天 我們是早上9點半 就要進行一些報道啊 編班說明 那麼借會呢 是正式是10點鐘開始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過這個還是要及早報名 我們才好這個安排 因為這要讓大家了解就是 他這個授戒呢 是早上10點開始 正式開始 然後到晚上9點 其他的法會呢 我們大概都是兩個小時為主 就這個報官在接戒會呢 他是從早到晚 那麼本來呢 是要在 我剛剛講一日一夜啊 他是24小時 那照說要住在寺院裡頭 就比較容易手持這個鍵 但是現在在西方國家 他又不像我們國內啊 台灣啊 寺院還可以住啊 這個在在這裡是不能住的 所以就要大家回去再 回到家裡頭繼續持守 第二天再做功德回想 對 所以只要你心中有怎麼樣 就是過一天這樣子 把關在接的日子也是蠻好的 是 那好了 聽眾朋友時間過得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們的節目呢 今天又到了 跟您說再見的時間了 那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呢 也希望永固法師和我們的節目 一起和大家與幸福有約 下週的同一時間再會 本節目是由佛光山特約贊助播出 佛光山電話905-814-0465 弘揚人間佛教的多倫多佛光山 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淨化人心 開放時間 每週二至週六 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 歡迎大眾力臨參訪 查詢法會活動 請致電905-814-0465 或上網www.fgs.ca